陈泽带着家人返回庄园 可正在前往山海市的一段公路上 却在发生猛烈的火拼 大批的车队在此处被人截停 一个身上缠满绷带的女子 紧咬着牙关 神情已经虚弱到了极致 可左边的手里 却提着一个黑色的箱子 目光时不时看向外面 终是露出了一抹苦笑 心中生起了些许无奈的情绪 看来自己是逃不过这一劲了 大小姐 前面的路段早已被人封死 我们恐怕是闯不过去了 您身上的伤势虽然得到了治疗 可还是极其容易受到感染 更何况 那群混蛋的刀口上涂了毒药 再不想办法的话 恐怕扛不了多久了 躺在车里面 身上缠满绷带 血迹斑斑 命悬一线的女子 正是赵敏儿的母亲苗湘芸 自从在上京遭遇到了伏击 她靠着一群手下的护送 好不容易逃出虎口 结果又遭遇了家族的叛变 大批被架空权力的老人 为了重新拿回他们的一切 对着苗湘芸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导致苗湘 在上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诸多势力 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她也从那的大权在握的大小姐 变成了一条流落他乡的丧家之犬 如今想想 如此之大的变故 若是寻常人等 恐怕早就承受不了这种打击了 可偏偏 苗湘芸也不是寻常人 哪怕在这种情况之下 依旧掌握全局 并且得知了山海市道一切情报 在诸多权衡过后 她确信了幕后有一群神秘的人 正在推动着这一场变故 于是乎 她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找来了三位泰山北斗籍的人物 亲手算计死了两名同等层次的高手 拿到了基因样本 就在她手里面那个黑色箱子当中 本想着以最快的速度 前往山海市 并且联系如今山海市的新王 可刚来到山海市附近的公路 就发现了 层层叠叠的射卡 以及一波接着一波的埋伏 明显就是要置她于死地 大小姐 要不我们先送你走 用基因样本 作为诱饵 我没有把握 把你安全地送到山海市 可听到手下之人的话 苗湘云却只是苦涩地摇了摇头 自知她已经命不久矣了 且不说身中十几刀 就凭对方刀口上 涂了毒这一点 她就知道 顶多撑到山海市 自己就得毒发身亡 在得不到及时治疗的情况下 能够一只扛到现在 可以说是奇迹了 我现在的情况 你应该清楚 恐怕是走不成了 如今回过头想想 唯一对不起的 就是我那个女儿了 至于赵东升 想起曾经在山海市的 那段时光 苗湘云的神情 变得有些恍惚 想起了 在那日暖阳下 捧着一杯奶茶 脸上带着笑容的大男孩 亲手把奶茶 放在了她的面前 她总是 能够无止境地包容自己 不管是下雨天 她想要吃成冬的酸辣粉 还是想吃老街的臭豆腐 她总是会着急忙慌 撑着伞出去 兴高采烈地给她带回来 虽然那个时候 赵东升还是一个 普通才进的大三学生 虽然她还没有展现出 惊人的天赋 可她却已经 能够幻想到美好的未来 直至 家族的一通电话 让她不得已放弃了那段感情 将尚且还在强宝当中的女儿 留给了还在读书的赵东升 若是 那个时候她不同意 不仅仅是赵东升 包括赵东升的家人 以及女儿都要受到牵连 为了他们的安全 苗湘云只得回到家族 同意了两家的联姻 自那以后 赵东升仿佛换了个人 一边抚养着女儿 一边积累着原始资金 老天爷似乎也很眷恋 这个苦难的人儿 在女儿两岁的生日那天 赵东升展现出了 无与伦比的经商天赋 靠着倒卖一些国外的产品 赚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百万 后面的投资 更是堪称大胆和疯狂 可偏偏她每一次都赌对了 把那一百万 以惊人的速度滚起了 一个又一个的雪球 等她再次注意赵东升的时候 这个人已经站在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 单论金钱而言 甚至可以吊打一些 中小型的家族 唯一欠缺的就是底蕴罢了 只是天度英才 如果再给赵东升十年的时间 说不定也能建立起 一个庞然大物 可惜 苗湘云迷茫的眼神中 露出了些许坚定 仿佛车窗外面 那个阳光的大男孩 他又回来了 伸出宽厚的大手 冲他露出了年轻时的笑意 又仿佛在那个离别的午后 秋风吹起枯黄的落叶 男孩在风中奔跑 追逐着那辆离开的车子 可那个时候 赵东升跟他的差距太大了 大到一辈子都无法弥补 既然现实中 我们无法在一起 那就让我们 在民间相遇吧 想到此处 苗湘云眼中露出些许很辣 握紧了拳头说道 告诉那几位泰山北斗 只要能够杀了 前来伏击的人 我所打下的众多产业 便留给他们 当作加入上会的投名状 以此来 换取他们的机会 文婷此言 众多的手下 也是瞪大的眼睛 不敢相信地 看着自家小姐 却还是去传达了 苗湘云的意思 本来已经有了 退役的三位泰山北斗 立刻激动地瞪大了眼睛 看来这位苗家的大小姐 是准备孤注一掷 拼死一搏了 也让他们熄灭了 见好就收 有机会就逃走的想法 相比于加入上会 这点危险 根本算不得什么 其中两个 穿着黑白颜色的泰山北斗 冲到了人群当中 本来伏击的几十个人 还跟他们打得有来有回 可随着这两位泰山北斗级的高手 动用了权力 拼死搏斗 这些人已经有些不够看了 仿佛能够随时挽回颓势 可这种优势 仅仅是持续了十分钟不到 一个带着斗篷的男人 自远处的黑暗中 走了出来 手里面还拿着一个手电筒 一会开一会关 不停地在手中旋转 直至走到那两位泰山北斗级的高手面前 才抬起了自己的头 可你如果仔细看 就会发现这个斗篷人 脸上充斥着各种青色的纹身 仿佛地狱间走出来的恶鬼 缓缓地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苗家小姐 现在交出基因样本 或许你还有一线生机 这东西是我们房老 清点的 我们必须拿回去 或许你们并不知道房老是谁 可如果我说 房老是百强排行榜 前二十的存在 你们或许会知道一些 自从山海市的事情爆发 不少人都听闻了 百强排行榜的存在 也知道这个排行榜的含金量 到底有多么恐怖 能够排到前二十 战斗力有多么令人窒息 可想而知 就连眼前 满是纹身的斗碰 也舔了舔自己的嘴 同样是百强排行榜 第七十的高手 哪怕是算计本次事情 那四个人 也不过是房老 手底下的四条狗罢了 如今 算计失败 灰溜溜地跑到了房老的地盘 就是为了求得一线喘息之机 否则的话 汤天磊第一时间 就得把他们全都灭了 那两位泰山北斗级的高手 本来还在犹豫 可带着斗碰的纹身男人 似乎等得有些不耐烦 扭了扭自己的脖子 三两步冲了过去 两位泰山北斗级的人物 刚想说点什么 只听咔咔两声 他们的脖子 就被某种不知名的金属 给直接贯穿了 等众人反应过来 宁神看去 就见到那的斗碰人手里面 抓着一条银色的锁链 锁链的两端 各自绑了一把短刀 四川两位泰山北斗级高手的 正是被锁链绑着的短刀给杀了 那个纹身斗碰人 手微微用力 将两把短刀扯了回来 看着周围 密密麻麻 苗家的打手 舔了舔略微有些发红的嘴唇 发出了古怪的笑声 紧接着手中的银白色锁链 在他的挥舞下 短刀化作了一个又一个的圆圈 仿佛两轮银色到月亮 锁国之处 必定有好几个人 倒在血泊当中 剩余的那位泰山北斗级高手 想要逃跑 可在铁锁绑着的短刀面前 连机会都没有 伴随着扑扑扑的声音 剩余的这位高手 身上很快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伤痕 短刀所化作的 银色皓月之下 每一圈的旋转 便是一道血痕 不知不觉 这个人变成了浑身躺血的尸体 倒在了人群当中 苗湘云这才把手里面的箱子 丢给了外面的手下 赶紧带着东西走 千万不能落在他们的手里 这个手下 接过箱子 看了一眼大小姐 又看了一眼 远处的纹身斗碰人 很快捏紧了拳头 转身 向着斗碰人走了过去 脸上也露出了 谄媚的笑容 大人 东西就在里面了 求您放我一马 我双手把东西给您奉上 看到这一幕 苗湘云却只是仰头大笑 目光当中露出了几分讽刺 斗碰男人似乎也很享受这一切 接过了箱子 可打开一看 里面却空空如也 如此场景 让斗碰男人脸色变了又变 随后 目光落在了苗湘云的身上 可此时的苗湘云 早已有了必死之志 毫无畏惧地对 上了眼前 斗碰人的目光 哪怕斗碰人的目光看起来 格外的恐怖 却已经下不倒 即将是死人的苗湘云 反倒是旁边亲手 送上箱子的手下 惊恐地倒退了两步 还没等他开口呢 就被金属锁链绑着的短刀 就以极其恐怖的速度 贯穿了他的搏梗 他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便轰得一声倒地不起 苗湘云也在此刻 从嘴里 溥出一口黑血 紧接着是眼睛 鼻子 耳朵 黑血源源不断地流出 他的气息也变得若有若无 终是头一歪 彻底到断气了 如此一来 反倒是面前的斗碰男人 胸口不断地起伏 气得浑身发抖 但很快 他又冷静下来 嘴角上扬说道 苗湘云啊 苗湘云 不得不承认 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人 可惜 金银样本 我一定会拿回来 那玩意 你除了送去给那个疯子之外 如今的情况 又能送给谁呢 带着斗篷满脸纹身的男人 大手一挥 身后浩浩荡荡的队伍 跟着他进入了山海市 若是无法完成 房爷交代的任务 后果不堪设想 哪怕他是百强排行榜 第七十的存在 可在房爷面前 却连蝼蚁都不如 这个排行榜上 相互之间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没往上提升十个名次 就如同鸿沟般 让人无法追赶 起码现在 他的情况 还不足以挑战 房爷的权威 就算是挑战 他手底下的几名高手 都没有那的资格 只要知道那东西的去处 接下来就好办了 纹身抖碰男子 手轻轻一抽 锁链和短刀 就以一种轻巧的角度 飞回到了他的手中 默默地消失在了 漆黑如墨的夜色当中 另一边 陈泽已经回到了庄园 此处被清理出了 大片还能够居住的地方 先前发生战斗的时候 因为汤月兵人手不足 在打斗的同时 泥白桃 韩梅梅等人 就已经开始疏散人群 等他们想要去找 陈泽家人的时候 却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最前面的战斗人员 溃败得太过迅速 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在混乱当中 他们连找人的时间都没有 无奈之下 也只能先行撤离 直至 官员化等人 接管了这里的一切 众人才被重新召集回来 开始清理庄园内部 尚且存在的火种 直至一切尘埃落定 陈泽带着赵敏儿 来到了大厅当中 众人都陷入了良久的沉默 时不时有人看向 怯生生站在陈泽身后的少女 却又不约而同地摇头叹气 不知道该如何 跟这个少女说明 她的父亲死了 就连老妈都下落不明 但又不可能一直瞒下去 少女总有知道的那一天 反倒是陈泽 没有过多的顾忌 将手机掏了出来 里面有官员化发给她的东西 点开过后 便塞给了身后的赵敏儿 上面的资料 清晰记录了事发地点的情况 甚至连附近居民摄像头 所记录的视频 都被他们拷贝了下来 如今点开那些照片 看着一个又一个的视频 看着自己老爹在车里 拨打电话后 整辆车子发生爆炸的场景 赵敏儿只感觉天旋地转 仿佛人生都失去了色彩 紧接着身体易软 要不是陈泽及时伸手过去 恐怕早就倒在地上了 众人不知所措的同时 外面又传来了一阵骚乱 紧接着一个戴着眼镜 拿着公文包的女人 被人带了进来 女人还穿着工作装 扶了扶自己的眼睛 脸上有不少灰土 显得极其的狼狈 可不难看出 她之前绝对是个女强人 光是身上透露出的那骨子干练 就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我叫做宋贝丽 是苗家大小姐 当年就回来的一个孤儿 也是大小姐最信任的人 如今我能来到这里 恐怕大小姐已经没了 我唯一能做到 就是把大小姐 千辛万苦 抢回来的东西 交到你的手里 说着她又看了一眼 陈泽怀中 摇摇欲坠的少女 悠悠地叹了口气 有些事情总该面对 有些人也总需要成长 大小姐临走之前 让我跟赵敏儿小姐 带一句话 就是 希望赵敏儿小姐 能够 能够原谅她这个 不称职的母亲 戴着眼镜 神情干练的女人 望着远处的赵敏儿 想起自家大小姐 也是忍不住低下了头 身为大小姐身边 最忠诚的手下 也是从小到大 唯一一个 跟在大小姐身边的人 恐怕也只有她知道 大小姐是多么 期盼能跟赵东升 还有赵敏儿 生活在一起 可惜 生在大家族的苗湘云 有许多事情 都身不由己 为了保护这对妇女 大小姐付出的太多了 可一切 终是变成了遗憾 就连赵东升 到死都没有原谅大小姐 或许有时候 人就是这么无奈 赵敏儿不知道这些 可在听闻一夜之间 她不但失去了 最疼爱自己的父亲 就连那个一年到头 都不一定能见一次的母亲 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不由的双眼一抹黑 昏倒在了陈泽的怀里 如此场景 戴着眼镜满是干练的女人 连忙冲过去 抱住了赵敏儿 声音有些急切地说道 敏儿小姐她没事吧 陈泽撑开了 她的眼睛 默默地检查了片刻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地说道 只是受到了刺激 醒来就好了 闻听此言 戴着眼镜神情干练的宋贝丽 才松了口气 并且跪倒在了陈泽的面前 陈先生 来的时候 大小姐就已经交代过了 这些年来 大小姐打下了不少家业 身为上京 四大家族之一的长女 她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能力 几乎占据了苗家半壁江山 如今大小姐死了 能够牵挂的东西 也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我愿意从今往后 跟在陈先生的左右 关于大小姐留下的东西 我们会双手奉上 就当是给陈先生的礼物了 说是投靠陈泽 不过是想留在赵敏儿的身旁 保护这个如今孤身一人的少女罢了 当年她牵大小姐一条命 也是大小姐 把她从鬼门关里面拉了回来 每次她受到羞辱的时候 大小姐总是会站在她的面前 义无反顾地给她出头 宋贝利记得有一次 因为她的事情 大小姐跟另一个家族的孩子 打得头破血流 最后却只是搂住了她的肩膀 裂开嘴笑着说道 你是我带回来的 除了我之外 没有人能够欺负你 那个漆黑的夜晚 阴白色的月光下 大小姐那张戴着血的面容 却显得格外的柔和 那个时候的宋贝利 红着眼睛 咬着自己的唇 眼泪如同不要钱一般落下 从那一刻起 她就暗暗地发誓 永远都会跟在大小姐身边 哪怕是为了大小姐而死 也无所谓了 如今 她怀揣着大小姐最后的遗愿 来到这处庄园 也只是为了守护 大小姐留下的唯一血脉 她缓缓低下了曾经高贵的头颅 伴随着脑袋撞击地面 砰砰砰的声音 不绝于耳 还请陈先生 答应我这卑微的请求 看了眼昏迷的赵敏儿 又看了一眼 磕得脑袋流血的宋贝利 陈泽终究是没有拒绝 默默地点了点头 看到对方同意 宋贝利才缓过一口气 脸上露出了笑容 外面却在此时 传来了一道猖狂的笑声 紧接着就是剧烈的碰撞 好几个人被打得飞了出去 撞在了两边的花坛上 花坛应声而碎 上面价值昂贵的珍稀花种 落得满地都是 其他人看到如此场景 纷纷冲了出去 其中走在最前面的 正是雄高卓 广俊良 先前他们就因为毫无剑术 此时心中忧虑 害怕陈泽找他们秋后算账 现在有人过来找麻烦 他们当然得手当其冲 可当他们来到门口 看到那浩浩荡荡的人群 也是忍不住眉头挑了挑 认出了那未首之人 雄高卓更是捏住了拳头 扮想之后才开口说道 耿林 百强排行榜70名 曾经执行过数次境外任务 以一己之力 屠虐过好几个部落 于非洲的军阀当中 拥有着青面鬼的称号 所过之处 无不是失衡遍野 且还会以极其残忍的手段 在敌人临死之前 将自己脸上的纹身 刻在对方的身上 每一刀都深可见过 想起过去有关于 青面鬼的种种传言 雄高卓嘴角抽出了一下 这位青面鬼 据说是上会 一个大人物房爷的手下 在整个上会当中 势力排行榜前三 就有房爷的一席之地 能够请来青面鬼的 恐怕就只有房爷了 看到眼前出来的 雄高卓何广俊良 带着纹身的斗碰人 拉了拉挂在脖子上的锁链 伴随着金属摩擦的声音 两把厚重的短刀 渐渐展露出来 青面鬼露出了一个 猙獰的笑容 扭了扭自己的脖子 没想到 在这个鬼地方 还能碰到你们两个废物 今天我是替房爷办差 我倒要看看 谁敢当我 青面鬼的话 无疑是直接坐实了 两人内心的想法 果然是房爷 派出来的 除了那位之外 也没人能够指挥青面鬼了 刚才我看到 一个戴着眼镜的女人 进入了此处庄园 青面鬼神秦燕丽 眼神之中透露着几分病态 高高扬起自己的头颅 扫过在场的众人 把那个女人 还有她手里面的箱子 亲手送出来 然后让我过过手影 随便杀几个人 事情就算是过去了 当然你们也可以治头子 决定谁来送死 可要是不能让我满意 今天 青面鬼嘴角异扬 谁都走不了 熊高卓深吸了两口气 青面鬼 再怎么说 我们两个都是上会的人 你这么无法无天 真以为自己能够代表 整个上会吗 哦 青面鬼倒是毫不在意 你们两个当然可以走 不过这庄园里面的人 可就由不得你们了 你 此处庄园的主人 同样加入了 可熊高卓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青面鬼打断 别跟我废话了 我得到的消息 是此处的主人 还没完成登记 就不算是上会的人 我做什么 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 若是你们有意见 也可以叫你们上头的那个人 亲自去找我们房爷 相信房爷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要是你们还不识去 就全都一起留下好了 青面鬼将铁链 卷在了手里 随后旋转着短刀 一步步的靠近 不管是熊高卓 还是广俊良 多有致命的把柄在陈泽手里 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 只得硬着头皮冲了上去 可身为百强榜 其实的存在 青面鬼根本没把他们两个 放在心上 伴随着扑扑扑的声音 飞快旋转的刀刃 就已经贯穿了他们的手臂 手中锁链往回一拉 血水喷洒而出 又是一个转身 厚重的短刀在锁链的拉扯中 再一次飞了出去 两人疲于招架 很快身上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伤痕 再抵挡了十几次过后 发出一声惨叫 全都飞了出去 虽然并不致命 可却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往后想要恢复 怕是难了 其他人见状 包括了官员化 以及他的徒弟 甚至是贺明达 都从人群当中冲了出去 可如此之多的人手 在轻面鬼的眼里 却连屁都不适 仅需一人 便杀进了包围圈当中 这么多的高手 何为之下 轻面鬼依旧游刃有余 出手果断很烂 仅仅是几个回合 面前之人 就已经有大半倒在了地上 官员化更是在一个来回过后 重重地砸落在了地上 面对他们 轻面鬼就没有那么好的脾气了 熊高竹 广俊良有着上会的身份庇护 他不好做得太绝 剩下的人嘛 呵呵 生死不过在他的一念之间 放心去吧 用不了多久 其他人我也会送下去 跟你们一起陪葬 厚重的短刀 冲着官员化急射而去 哪怕旁边熊高竹 广俊良想要过去帮忙 都没有把握接下这一刀 就在众人 都心中叹息 以为官员化将死的时候 只听当的一声 铁链在飞驰的途中 似乎被人给抓住了 紧接着一个拉扯 短刀应声停住 另一边的轻面鬼 猝不及防 被这用力的一扯 弄得身影亮呛 飞回来的短刀 又迎面砸向了他 要不是轻面鬼及时 将另一把短刀给扯了过来 与其对撞 恐怕 在那一瞬间 轻面鬼就得被刺穿心口 一瞬间的交锋 也让嚣张跋扈的轻面鬼 嘴角抽出了一下 猛然扭头 看向了那个扯住链子的身影 一身白衣大褂 神情冷漠 提着一把手术刀 单手扯着锁链 带着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一点点地迈开了自己的步伐 轻面鬼似乎是因为 刚才的亮呛 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恼怒 加上旁边还有两个上会的成员看着 让他忍不住哼了一声 羞怒交加之下 单手握住了短刀 冲向了陈泽 两人就这样错身而过 下一秒 轻面鬼发出一声惨叫 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 给切开了 紧接着双腿一软 竟然凭空跪了下去 破着地面滑行出了 七八米不止 裤子都在拖行当中 出现了两个破洞 膝盖更是血肉模糊 留下了两刀拖行的血痕 熊高卓喝广俊梁 看到这一幕 都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 曾经在非洲 誓诈风云 压得众多军阀 连头都抬不起来的轻面鬼 以一己之力 打得他们连反击都做不到的存在 却被眼前的陈泽 一招给秒了 任谁看到这一幕 不感到心惊肉跳 那可是百强排行榜 第七时的存在 也是房爷手底下的得力干将 平日里在上会 仗着房爷的名头 威风不可一世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这般人物 就这么轻松地被人给宰了 轻面鬼同样不可置信地 低下了自己的头 看着胸口处血淋淋的伤口 以及一根根落下的肠子 终是张了张嘴 说不出半句话来 只是扭头看了陈泽一眼 似乎回想起了 曾经跟房爷交手的场景 眼前之人的恐怖 几乎跟房爷相差无几 绝对拥有着 百强排行榜前二十的实力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 居然没有在上会的记载当中 要知道 整个百强排行榜 只要全国各地出现 任意一个高手交战记录 再本就不大到武术圈子里 立刻就会被人所熟知 也会第一时间被上会收录 进行比对 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恐怖的人物 却躲在这名不见经传的 山海事当中 如果没有这次山海事的风波 甚至都不会把名头给传出去 他想要从口袋里面 掏出自己的手机 将这里的情况 发回去给房爷 可当他把手机掏出来的时候 那把一只挂在他身上的短刀 却已经被人给提了起来 对准他的胸口 狠狠地刺了下去 青面鬼闷哼一声 知道消息是传不回去了 不由地露出一抹苦涩 他们终究还是 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那四个混蛋 也间接地 把房爷拉下水 如果房爷得知 这个人拥有着 百强排行榜前二十的实力 恐怕也不会与之为敌了 但现在 一切都有些来不及了 他也只能摇摇欲坠 身体晃了又晃 终是倒在了地上 临死之前 还忍不住呢 喃道 善杀上会成员 如果你不能解决好的话 迟早都得下来给我陪葬 我一定会在地狱里面 等待你的到来 当然 这一切也不过是 他的嘴炮罢了 临死之前 想要恶心陈泽一把 毕竟一个拥有着 百强排行榜前二十实力的存在 就算真把他给杀了 别人也会当作没有看见 远处 青面鬼带来的那些手下 齐刷刷的扭头 看着双手血染的陈泽 此时也彻底的慌了 青面鬼一死 他们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虽然有几个泰山北斗级的人物 可连青面鬼都被一招给秒了 他们这点人手 恐怕都不够人家塞牙缝 也不知道是谁 后退了几步 紧接着人群 如同惊弓之鸟 飞快地逃跑 反应过来的熊高卓 广俊良 官员化 和明达等人 第一时间冲了过去 不过是短短的十几分钟 所有青面鬼带来的人 尽数倒在了血泊当中 只留下了满地的尸体 以及哀嚎不止 尚且有一口气在的敌人 等到熊高卓 广俊良等人回来 陈泽却已经转身进入了大厅 身后的一众人等 想起刚才的场景 目光复杂 看着陈泽返回的身影 一时之间 真落可闻 寂静无声 众人跟着陈泽 一同返回大厅 可当他们走进大厅的时候 却发现大厅当中 早已经坐着一个人 就这么静悄悄地 在守卫之上 拿出了一根烟 给自己点上 看到众人回来 这个穿着灰色衣裤的人 缓缓地站起身 走向了不远处的熊高卓 还有广俊良 随即对着二人 吐出了一口烟气 没想到 你们两个废物 居然还能活下来 让你们过来 测试他有没有资格加入上会 结果闹了那么久 说你们是废物 还真是一点都不假 也正是这个人的出现 让熊高卓 还有广俊良 脸色变成了猪肝 他们瞥了一眼 不远处的陈泽 连忙介绍道 陈先生 这个是我们的顶头上司 平时基本不怎么出手 虽不在百强排行榜之内 却拥有着凌驾于我们两个之上的实力 还有一件事情 他们没有说 眼前这个人 除了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之外 还是他们所在势力分支的领头人 共同效忠于 一位上会的大人物 平日里 也正是依靠这个大人物的势力 他们才能过得顺风顺水 刚才外面的战斗 穿着灰色衣裤的男人也看到了 只是不屑于 熊高卓和广俊良这两个废物 迟迟没有出手帮忙 直至这场闹剧结束 他才翘着二郎腿 点着烟等众人回来 至于熊高卓和广俊良 会不会死在刚才的战斗当中 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他早就厌烦了 这两个废物 如果能够重新换两个手下 似乎也并无不妥 可惜让这两个人活下来了 他又把目光看向了陈泽 在他看来 陈泽既然是这两个人招揽的 那么理应加入他们所在的势力 否则岂不平白占了上会的名额 因此 这次过来 不但是为了看看这两个废物 再搞什么名堂 同样也是为了 让陈泽知道 他该归属于何方 你杀死的那个青面鬼 乃是上会三大势力之一的防野 手底下的得力干将 如今你还没有加入上会 就把人给杀了 事后防野恐怕会找你麻烦 正好我带来了 加入上会的名册 只要签下自己的名字 我将信息录入上会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们这边的人了 不同于对待熊高卓 广俊良这两个废物 跟陈泽说话的时候 眼前之人 语气平缓了不少 毕竟是能够杀了青面鬼的人物 战斗力无庸置疑 若是能够加入他们这一方势力 也能够提供极大的帮助 事后 上面得知了 他招揽这么一个强者 也会给予奖励 甚至是让他们幕后 那个大人物 高看一眼也说不定 陈泽面对眼前之人的话 却只是皱着眉头 看向了旁边的熊高卓 广俊良问道 你们背后的人是谁 熊高卓和广俊良却愣住了 有些不敢直呼那人的名讳 但既然陈泽都问了 他们又有把柄在陈泽身上 当然不敢隐瞒 正是先前我跟您说过 曾经在上会 载了一名审核人员 后来被追杀好几年的 汤天磊 汤老大 据说汤老大 虽然只是29的排名 可却正面击败过 排名20的人物 并且组建了自己的势力 哪怕是在长老会当中 也拥有着极大的权威 就算是房爷 都得给汤老大三分薄面 否则的话 刚才轻面鬼 怕是第一时间 就得把我们两个给宰了 等到熊高卓把话说完 陈泽皱起了眉头 感觉这个名字有些熟悉 不由想起了 先前抓自己父母 还有妹妹的那个人 好像就叫做汤月斌 至于后来出现的那两个老人 一个自称泰山王 一个被称呼为汤天磊 难道熊高卓 效忠的正是那个老头 当时陈泽与对方交过手 打了许久不分胜负 最终那老头许下诸多诺言 带着人灰溜溜地走了 虽然一时之间拿不下对方 可事后陈泽感觉 要是以命相搏的话 那老头不一定能够扛多久 因此在听闻了此事 陈泽并没有吭声 心想那个老头 先前说过 会派人帮他解决登记的事情 难道就是眼前之人 是汤天磊 让你过来的 穿着灰色衣裤的男子 听到陈泽直呼他们汤老大的名字 也是深吸了一口气 可考虑到陈泽还没有加入上会 并不知道其中的弯弯绕绕 也就压下了自己的火气 同时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 他连忙清了清自己的嗓子 没错 正是汤老大让我过来的 能够让汤老大点名 你小子实力也算不错了 实则 他根本没得到过汤老大的命令 跑来这里 也是听闻了 陈泽拥有着极其恐怖的战斗力 就想剪个漏 给自己脸上贴金 以此来换取些许好处 如今借用了汤老大的名头 加上陈泽也亲手宰了轻面鬼 证明了自己的本事 就算汤老大知道了 也不会责怪自己 反而会赞许他 办事足够机灵 听到确实是那个老头派来的 陈泽也就没说什么 随即让眼迁到灰色衣裤男人 将登记信息送到他的面前 那指手画脚的模样 让本舅心中有一些火气的灰色衣袍男人 嘴角抽出了一下 这个白痴还真是没大没小的 我身为熊高卓 广俊良的上司 什么时候轮到你小子 已止气势了 但每个加入上会的成员 起初都是这般傲慢 等见识过了上会的强大 慢慢也就懂得低头了 因此 穿着灰色衣裤的男人 只是神情冷漠地笑了笑 便把东西拿到了陈泽面前 心中虽有怨言 却没有在此刻说出来 只是暗暗想着 日后非得给这个小子 找点麻烦不可 旁边的熊高卓 广俊良 看到眼前的一幕 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冷汗 这个穿着灰色衣裤的男人 叫做林玉泉 在整个上会当中 是出了名的小度鸡肠 如今陈泽这般作态 恐怕会让对方 产生记恨在心里 他们刚刚得罪了房爷 现在要是再把汤天磊给得罪了 在整个上会当中 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 于是 两人开始疯狂地给陈泽识眼色 但陈泽根本就没有看见 刷刷刷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眼界面前的林玉泉 动作不紧不慢 故作洒脱 优雅 陈泽看他半天没有搞完 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你的手抽筋了 怎么做个登记 一抖一抖的 本来 还在压制自己脾气的林玉泉 手指捏得歌之作响 不远处的 熊高卓和广俊良 眼睛都快眨出毛病了 但陈泽就是不看他们一下 林玉泉脸色阴沉地说道 好好好 我的手 确实出毛病了 我这就给你完成登记 这段话说得咬牙切齿 却还是给陈泽 录入了信息 等到一切做完 陈泽开始下逐客令 如果没事的话 赶紧滚吧 回去告诉汤天磊 等有空了 让他赶紧过来见我 本来以为陈泽先前的语气 已经够嚣张了 可现在听到这段话 林玉泉人傻了 他在上回见过不少嚣张的人 可嚣张到陈泽这种地步 还是史无前例 第一个 熊高卓和广俊梁 更是心中咯噔一下 天仿佛都塌了 他们的嘴巴张了张 身体颤抖 瞳孔都因有些收缩 哪怕是刚才对敌 青面鬼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感觉到 如今这般恐惧 甚至怀疑 先前把陈泽 拉进上会 是对还是错了 做完登记的林玉泉 阴侧侧地盯着陈泽 心说你小子竟然找死 那我也不拦着你 于是乎拿出了 上会成员才会派发的特殊手机 拨打了汤天磊的电话 片刻之后 那边传来了嘟嘟声 一直等待了许久 电话终于接通了 泰山王微炎而又沉重的声音 自电话的那边传来 汤老哥正在休息 你是汤老哥的手下吧 有什么事吗 听到对面接电话的人 是泰山王 也是汤天磊最要好的朋友 同样还是他们汤少爷的师父 林玉泉也就没有隐瞒 把刚才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那边的泰山王 听到自家老朋友 居然招收了这么一个刺头 也是冷笑出声 现在加入上会的新人 都这么嚣张了吗 居然敢让汤老哥 亲自过去见他 我活了这么大一把岁数 还从来没有见过 口气这么大的人 熊高卓和广俊梁 听到连泰山王都这么说了 咕噜一声咽下一口唾沫 可谓是瑟瑟发抖 泰山王身为排行榜 第三十的存在 跟汤老大 还是结拜兄弟 又是汤少爷的师父 同样是位高权重的人物 如今泰山王的态度 也就代表了汤老大的态度 林玉泉更是 黑黑笑了两声 瞥了眼不远处的众人 拉了拉自己的衣领 声音淡淡地说道 不错 这个人叫做陈泽 也是如今山海市的新王 年纪也不大 就已经掌控了整个山海市 有点傲气 也是正常的 看起来是帮陈泽说话 可实际上 就是把陈泽往火坑里推 那边的泰山王 也是听得冷笑连连 叫做陈泽 山海市的新王 山海市于上会而言 连个屁都不是 等等 可话音刚落 泰山王似乎想起了什么 连忙继续询问道 你刚才说那个人叫什么 陈泽 山海市是不是最近阅兵 押送基因样本的那个城市 林玉泉还以为泰山王 是为了确认好地方 然后派人过来 把陈泽给宰了 连忙回应道 不错 正是汤少爷 押送基因样本的地方 那小子也确实叫做陈泽 他是不是就住在唐家庄园 父母尚在 有一个妹妹 一 林玉泉挠了挠头 心说这位泰山王 平日里基本不过问下面的事情 怎么会知道的那么清楚 却还是如实回答道 确实如此 您看 是不是派点人过来 给这小子一点教训 可他的询问得不到回应 那边陷入了良久的寂静 紧接着传来了汤天磊的声音 似乎是低声对话了几句 让场面变得愈发的诡异 还没等林玉泉继续开口 那边传来了汤天磊的声音 可是陈小兄弟 如今汤天磊 经过和陈泽的交手 身上的伤势 可还没好呢 每当回想起 破旧商场里面的场景 他就感觉到一阵阵的头痛 就连泰山王 都感到惊叹不已 毕竟以当时的情况 他连汤天磊和陈泽交手的速度 都有些摸不清楚了 而能够和汤天磊 达到这种地步 陈泽有多么恐怖 可想而知 是我 这个林玉泉 是你派过来 给我登记信息的 登记信息 登记什么信息 汤天磊直接猛了 他就算要给陈泽过审 也得先去一趟长老会 这一来一回少说两三天的功夫 又怎么给陈泽过审 又如何登记信息 不是你派过来的 不是啊 我自从上次跟你交手之后 就在山海市附近 租了一处小楼 还没来得及联系其他人 又怎么派人过去 那这个林玉泉是怎么回事 汤天磊感觉脑子 仿佛塞进来一根棍子 搅成了江湖 但很快 他就想明白了关键 就他手底下这些人的尿性 十有八九是知道了 山海市有高手出没 为了拉拢这些高手 借他的名义 以此来去完成入会登记 到时候做得漂亮 还会得到他们的奖励 自然也就热衷于 招揽那些 即将加入上会的高手 可又想起 刚才林玉泉 类似于打小报告的语气 立刻把自己给蹊笑了 对着那边的陈泽说道 既然他已经给陈小兄弟 完成了登记 我这边会第一时间 给长老会传过去 至于这个林玉泉 要是小兄弟觉得他办事 让你不舒服了 你想怎么处理 我都不会多说一句 往后若是小兄弟 来到了上会 一定要来我这里 做客 至于答应给小兄弟 上门道歉的事情 等我把伤养好了 肯定会过去 不同于平时高高在上的语气 在得知了是陈泽之后 汤天磊言语当中 多了几分好意 就连不远处的林玉泉 都听得目瞪口呆 感觉脑子嗡的一声 直接炸裂了 熊高卓和广俊良 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如同看怪物一般 看向了陈泽 特别是汤天磊的最后一句话 更是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 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 等我把伤养好了 就会过去登门道歉 到底是因为怎样的事情 连这位上会当中 几乎能够无视长老会的人物 都得登门道歉 能让汤天磊都如此对待的人 刚才的林玉泉 却在暗地里耍这些小手段 一想到汤天磊都说了 倘若陈泽不高兴 可以随意地处置他 林玉泉就感觉 整个人都不好了 猛地咽了口唾沫 扑通一声 跪倒在了陈泽的面前 陈先生 刚才是我说话太大声了 我跟您道歉 对不起 林玉泉整个人匍匐地跪倒在地上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恐惧弥漫在心间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哪怕是他们这一方势力的掌舵者 汤老大 都得向陈泽登门道歉 连那样的人物 都说出了如此惊人的话语 而他只是汤老大手底下的一个小喽啰 却敢在这庄园当中大放其词 一想到 接下来他都无法承担的后果 不由地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 止不住地冲陈泽磕头 陈先生 我错了 求你 求你了 就当我是个屁方了 我这种废人 根本不值得您亲自出手 他的脑袋一下下 撞击在地面上 整个人都害怕到了极致 唯有旁边的熊高卓 广俊良两人 看到陈泽的目光之后 默默地走上前去 他们知道 这是陈泽懒得动手了 让他们自己手认了这位上司 以前的时候 他们就没少受到林玉泉的刁难 隔三差五见面 就得指着他们的鼻子 骂他们是废物 再怎么说 他们都是摆枪榜之内的高手 天天被人这么骂 没有点脾气 怎么可能 如今有了机会 两人立刻裂开了嘴 拖着面前的林玉泉 向着外面走去 免得弄脏了大厅 事后还得清理 林玉泉还在止不住地求饶 可那声音 回荡在空旷的大厅当中 却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想要为他说话的想法 直至外面传来一阵阵的惨叫 其他人才走上前来 其中 站在最前面的官员话 拱手说道 陈先生 这两天山海室内 风起云涌 先是港口那边的事情 紧接着又是赵敏儿小姐 接连遭遇变故 后来更是您的父母 还有妹妹都被抓了 甚至是那些人都已经敢打上门来 我总感觉事情因应有些不对 刚才派人调查了一番 发现是山海室内 出现了好几个叛徒 一边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一边又勾结外人 企图颠覆 如今您的控制 我已经把这几个家族 名单都已经列出来了 如果必要的话 官员话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意思就是把这些人全都杀了 如此做法 正合了陈泽的心意 便点了点头 接过了那份资料 发现里面居然有吴家和张家 当初吴安来 张子叶可是跟着林清乐 一同投靠他的 也是最早一批 在韩美美 倪白桃 拉拢当中 投靠他们的势力 可现在 这两个家族 却出现在了名单当中 让他隐隐觉得 有些不同寻常 名单上的这四个家族 你确定 没有任何问题吗 官员话连忙抱拳 我敢担保 绝对是这四个家族 两面三刀 背地里出卖了山海式的情报 既然官员话都这么说了 陈泽也打算去一趟 不由地扭了扭脖子 看向了远方 既然如此 点齐人马 与我一同前往吴家 一声令下 官员话立马 调及手底下全部高手 就连熊高卓 广俊良 都在外面 静静地等候着 直至人都齐全了 陈泽大手一挥 众人跟在他的身后 浩浩荡荡 向着吴家的别墅而去 另一边 某处茂密的林子中 一个留着小胡子 身穿西装 脚下去踩着一双木鸡的男人 神情动作 给人怪异的感觉 而这个小胡子的旁边 还站着一个年轻人 恭恭敬敬地 冲着面前的小胡子弯腰 小胡子回头看了一眼 神情冷傲地问道 你低 是否低 确定下国押送的基因样本 就在地址标记的这处庄园 嗨 绝对不会有错 属下调查得清清楚楚 就在庄园里面的干活 年轻人重重地点头 又拿出地图 指着吴家的别墅 不过那处庄园的主人 正在带人 前往吴家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的干活 游戏 知道地点就行了 上会那个房爷 派出去的人 现在怎么样了 听到上会房爷 站在面前的年轻人 不由地露出几分比一的神色 下国百强排行榜 第七十的青面鬼 也不过如此 一个照面 就被人给杀了 大大的垃圾 说完年轻人正色 看着面前的小胡子说道 您是我们樱花国 刀客排行榜第三的存在 更是被众多樱花国舞者 称之为鬼刀至强之人 刀法又快又狠 杀人于无形 若是由鬼刀大人出手 那个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小子 肯定必死无疑 听到眼前年轻人的夸赞 小胡子也是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好好的 跟着本大人做事 好处大大的有 将来说不定 能够继承我鬼刀的名头 这次来到下国 我们可不是为了 杀一个神经病 而是为了重振先祖的荣光 当年他们先祖 带着家族里面的妖刀 跋山涉水 来到下国挑战各路高手 最后败在了一个名位 泰山王的人手底下 就连那把妖刀 都消失在了下国境内 如今过来 就是为了拿回家族的妖刀 重振祖上的辉煌 让这些下国人知道 谁才是真正用刀的高手 可惜他们始终找不到 泰山王的下落 而这个房爷 许诺能够安排他们 正面挑战泰山王 甚至帮他们拿回 那把祖传的妖刀 加上押送的基因样本 对他们樱花果也格外重要 若是能够把妖刀和基因样本 都一起带回去 哪怕是议员他们 都得对他这位鬼刀刮目相看 甚至一步登天 也不是没有可能 还有就是 那个来自上会的房爷 派人过来说了 只要我们拿到基因样本 便可以调集人手 帮我们带回樱花果 前提是 得杀了那个精神病院 出来的小子 小胡子听到这里 冷冷地哼了一声 被人如此使唤 着实让他感到不爽 但现在的他 人生地不熟 也没有办法拒绝 有悉 既然自称房爷的人 都已经说了 我们又有求于他 那就去一趟吴家的别墅好了 他们所在的地方 距离吴家并不算远 只需几分钟的路程 便能到达了 所以 只是简单的交谈过后 他们就来到了 吴家的别墅外面 与此同时 吴家别墅当中 汇聚在这里的 四个家族的顽固 看着眼前走进来的小胡子 都是露出了面面相去的神色 而这里的四个人 也并非是陈泽熟知的张子叶 吴安来等人 而是四个年轻一辈 明显知道了 自己做的那些事情 十有八九已经败露 内心深处感到恐惧不已 甚至怀疑 这个走进来的小胡子 就是陈泽派来的杀手 你 你要干嘛 我们这里可是有着不少 大家级别的存在 劝你还是赶紧离开 否则真打起来 你不一定能够讨到好果子吃 可听到大家级别的存在 眼前的小胡子 却被他们给逗笑了 瞥了一眼周围的人 从背后解开了那把窝刀 目光平静地说道 总共有六个大家级别的舞者 还有众多一流高手 不计其数 我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 如果能够摸到我的一角 就算你们赢了 鬼刀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眼神之中充满了轻蔑 其他人也被他的态度给惹怒了 一拥而上 但小胡子却闭上了眼 十分装逼地握住了窝刀 身形往下低了半寸 紧接着在众人冲来的刹那 猛然触刀 伴随着凌厉的刀光 仅仅是十几秒的功夫 刀被重重地砸在了 众人的脖子上 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触刀 很快 这些在旁人看来 极其强大的高手 就尽数倒在了地上 这还是小胡子 在用刀背的前提下 若是他用的是刀刃 恐怕在场的人 都已经变成尸体了 眼瞅着这些 大家层次的高手 在小胡子面前 连个屁都不是 眼前这四个 出卖了陈泽的顽固 吓得冷汗直流 好在 小胡子并没有继续恐吓他们 反而是悠悠地道 说了我的名头 你们也不一定知道 不过上会 这个组织你们清楚吧 我正是 上会房爷 花仲金请来到 樱花国强者 在樱花国刀客 排行第三的轨道 此次来到下国 是为了挑战泰山王 至于那的精神病 就让他成为 我的开胃菜好了 本来还恐惧 担忧不已的众人 听到了上会的名头 随后又有了房爷的名字 瞬间明白了什么 因为先前 联系他们获取情报的 同样是房爷的人 还跟他们说清楚了 房爷在上会的恐怖之处 而这个小胡子 还自称是 樱花国刀客 排行榜第三的存在 能够进入前三 实力应该很恐怖吧 如此一来 他们全都变得喜笑颜开 原来是樱花国的高手 还是排名第三的刀客 果然是气势不凡 压迫感十足 我们那么多人 在你手里 连十几秒都扛不住 接下来的话 无非就是吹捧和恭维 小胡子也被簇拥着 坐到了最前面的位置 看着这些 卑躬屈膝 就像是家犬一般的顽固 眼前的鬼刀 对下国所谓的高手 更加的看不起了 当年我的先祖 怎么会输给 这些废物玩意 恐怕是用了 某种肮脏龌龊的手段 不然绝无可能取胜 至于后面 泰山王以一己之力 挑翻了整个樱花国武道 他则是战术性的遗忘了 发挥着心中的阿Q精神 把整个下国武道 在内心深处贬低的 狗都不如 同时吴家的那个顽固 又上前一步 递上了一杯热茶 声音谄媚地问道 请问鬼刀大人 接下来该如何对付 那个姓陈的精神病 只要你有吩咐 尽管开口 我们一定照办 是啊 是啊 就一个精神病 还想妄图掌控山海市 简直就是寻死 这样的人不杀了 山海市永远平静不了 小胡子拿起茶杯 似笑非笑地说道 你们还想对付人家 根据我得到的情报 那个精神病 恐怕都带着人过来了 不杀你们全家 都算是他仁慈 此言一出 在场的人又变成惶恐不已 陈则已经出发了 他们已经败露了 人正在赶来的路上 一旦到了 整个别墅当中的人 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站在前面吴家的顽固 更是双腿一软 倒在了小胡子面前 也顾不得 什么樱花国不樱花国了 反正能够宰了陈则 哪怕是让他留在 小胡子身边当狗 他都愿意 小胡子也看出了他的想法 却抬起了腿 踩在他的肩膀上 神情讽刺地说道 你这种毫无底线的下国人 就算给我当狗 都没有资格 如果在我那 开满樱花的故乡 你这种人 就该切服自尽 说完还拿起了 桌面上的茶杯 滚烫的热茶 从吴家的丸裤头顶倒下 伴随着一片片 升起的热物 信吴的丸裤 发出一阵阵惨叫 可却依旧跪在小胡子的面前 哪里敢离开半步 相比于被陈则那个疯子给宰了 这点羞辱 这点痛苦 又算得了什么 后面众多的大家级别高手 看到这个信吴的丸裤 如此不堪 都侮辱到这种地步了 还跪舔这个樱花国的舞者 不由地满脸涨红 紧接着有人站了起来 冷哼了一声 你要给人家当狗 可别拉上我们 这种樱花国的秋天犬 你自己当就行了 说完这些大家层次的高手 扭头就走 其他稍微有点傲气的 也全都起身 恶狠狠地看了一眼 那四个顽固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唯有小胡子旁边的年轻人 看到这一幕 心中有些不爽 让你们给鬼刀大人当狗 是看得清你们的干活 就你们这些下国舞蹈当中的残废 给我们大人提鞋都不配 现在想走 恐怕来不及了 说完小年轻 同样把背后的窝刀给解了下来 一步步走上前去 不管是拿刀的模样 还是出刀的架势 都跟身后的小胡子 如出一辙 本来想要离开的大家级别高手 看到这一幕 也全都气得冷笑连连 打算教训一下这个小年轻 但这个小年轻 明显也不是擅长 一个照面之间 刀光闪过 伴随着扑扑扑的声音 好几个人倒在了血泊当中 剩余人等 吓得后退了几步 却又不肯取从 就在他们左右为难 骑虎南下的时候 外面却响起了 嘹亮的拍手声 紧接着 陈泽带着身后的众人 一步步走进了大厅 目光看向在场的众人 又从口袋里面 掏出了那把 银白色的手术刀 对准了眼前之人 仿佛在说 既然来了 那就都别走了 随着陈泽走进大厅 身为轨道的小胡子 却只是翘起二郎腿 脚下一双木鸡 轻轻地敲打着旁边的桌子 又看向了 不远处的四个顽裤 四个顽裤 推到了小胡子的旁边 似乎因为小胡子的存在 让他们产生了 不少安全感 骑马已经没有 开始那么怕了 至于前面那个 拿着窝刀 想要大开杀戒的年轻人 收回了自己的武器 仰起头来 漫不经心地看着陈泽 眼前这个人 就是他们的任务目标 再来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看过 陈泽的照片 不由的心头 一阵阵地发笑 一念至此 小年轻缓缓地 把手中的窝刀 架在了肩膀上 做好出刀的准备 陈泽瞥了一眼年轻人 又看了一眼 高坐于守卫之上 翘着二郎腿 穿着木鸡的小胡子 最终看向了 略微有些慌张 却又强行挺直 身板的四个顽裤 他先前还感到奇怪 不管是吴安来 还是张子叶 那可都是率先投靠自己的人 现在 有韩美美 倪白桃等人的安排 按理来说地位应该不低 也不可能背叛他 偏偏官员化调查的名单里 有这两个家族的信息 感情是这些家族里面 出现了叛徒 但也不足为其 毕竟家族那么多 上不了台面的人也不少 背叛是常有的事情 不可能完全杜绝 至于挡在最前面的小年轻 则是缓缓地开口 游戏 你低 就是山海市新王的干活 我叫做山田太郎 跟随师父鬼刀 前来下国 挑战各路高手 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才好 至于这里的顽裤 今天 我师父鬼刀宝了 你想要杀死他们 就得从我们的尸体上 可话还没说完 陈泽就已经一步踏出 伴随着凌厉的银白色光泽 只听扑斥一声 一抹鲜红的血水 自年轻人的脖梗 喷洒而出 年轻人猛然捏住自己的喉咙 剧烈的疼痛感 让他的身体晃了晃 紧接着是一股强烈的眩晕 以及湿血带来的窒息感 正坐在手卫上的小胡子 蹭得一声站了起来 看到自己的徒弟 被人直接抹了脖子 他的脸色别提多难看了 更恐怖的是 刚才他根本没有看清楚 陈泽出手的速度 仿佛一道幻影 让人无法琢磨 仅仅是一瞬间 两人的面前 仿佛就出现了一道鸿沟 让他有种 毕生都难以跨越的错觉 就连站在小胡子旁边的 四个顽裤 都吓得一个哆嗦 想好了 该从哪里逃跑 只有陈泽 甩了甩手术刀上的血迹 瞥了眼一点点 倒在地上的年轻人 声音冷漠地说道 废话太多了 我不喜欢听 放肆 小胡子强行压下心中的胆怯 上前一步 随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下国有句古话 狭路相逢 勇者胜 你是想以这样的方式 让我产生敬畏之心 可惜 这次要让你失算了 小胡子得意一笑 仿佛已经猜透了 陈泽的想法 只要他严阵以待 未必就没有胜算 如果连一个精神病院里面的疯子 他都没有办法对付 又如何去挑战泰山王 如何重振祖上的荣光 拿回属于他们的妖刀 这只不过是他计划中的一环 他不相信 下国随便一个疯子 都拥有着如此恐怖的能力 我这徒弟 确实学义不惊 阁下杀了他 那时他就有自取 不过嘛 我身为樱花国刀客 排行榜第三的鬼刀 绝不是你能够挑衅的 小胡子脚下的木鸡 往地上用力一踩 那把放在桌子上的窝刀 在此刻拔了出来 以极其恐怖的速度 杀向了远处的陈泽 表面上 他这一刀是主要的攻击手段 可实际上 他的袖子里面 还有一个特殊的开关 蕴藏着十根毒针 一旦陈泽把注意力 放在了他的刀上 那么突然冲出来的暗器 定能把陈泽射穿 届时身中剧毒 岂不是任人宰割 这是来自于樱花国 刀客排行榜第三 最强的一击 小子颤抖吧 小胡子还在不断强调 自己刀法的恐怖 企图以此来门混过关 可就当小胡子 即将靠近陈泽的时候 却感觉手腕处突然传来剧痛 紧接着又是几道灵力的荧光 伴随着扑扑扑的声音 小胡子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等众人回过神来的时候 小胡子绑在手腕处的暗器 已经掉落在了地上 小胡子的胸口 也出现了好几道血痕 仿佛能够看见里面的内脏 此刻小胡子才明白 刚才那些感知并不是错觉 眼前这个精神病院里面出来的疯子 确实恐怖到了极致 在两人的面前 仿佛隔着一道天渊 不管他如何努力 都不可能触及天渊的一角 站在身后的官员化 更是心中万分感慨 先前听小胡子 吹得那么牛逼 又是樱花国 排行多少多少的高手 又是要来下国 挑战各路高手 更是称呼自己喂鬼刀 他们还以为有多厉害呢 可现在一看 感觉和当初 在别墅里面被杀了的 那个排行榜第七十的青面鬼 似乎也没什么区别 如果非说有 眼前的小胡子 手里面多藏了一个暗器 可惜依旧没什么鸟用 至于 熊高卓和广俊良 自从在庄园里面 听闻了 连汤天磊都要登门道歉之后 他们就感觉 陈泽比想象中的 要恐怖得多 如今看来 确实如他们猜测的那般 看来陈先生 已经不是普通排行榜的高手 能够对抗的 除非是前二十的存在 不然能够打得过陈先生的 屈指可数 这可不是开玩笑 在他们心中 能够进入排行榜二十的 那都是上会顶尖的人物 虽然有一部分人 不想参与那些乱七八糟的斗争 可如同房爷 唐天磊 这些拥有着前二十实力的 随便出来一个都是肖雄 你不想参与那些人 有着 你不想参与那些宝贝 你不想参与那些宝贝